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411集 大婶 你怎么又来了 我遇到一个熟人 去看一看 许清安丢下一句话 便转身下楼 低调的从远处绕过人群 靠向布群惊差的老阿姨 楚渊枕的目光追随着她 见她的目标是一位上了年纪 且姿色平平的妇人顿时笑出声 许宁燕的嗜好有些独特 横远皱了皱眉 正想为许大人辩白几句呢 就见远处的许清安 不争气的露出登徒子的笑容 与妇人攀谈 妇人不搭理她 还给了她一个大大的白眼 许大人也不在意 喋喋不休的说着 见到这一幕 横远顿时没有了变白的底气 干巴巴的说道 少年风流 未必不是好事 楚渊枕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教方司的花魁美则美矣 却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这有夫之妇 就很有风味吗 彭远无奈 只能哀其不幸 恨其不争 许大人什么都好 就是好色风流方面让人诟病 经过一号在天地会内部的宣传 许清安的好色人设 已经深入地书碎片持有者的内心 大婶你怎么又来了 瞧你的打扮也不像赋予人家的妇人 柴米油盐酱醋茶 她不香吗 一天天的静止的跑出来看热闹 台上那个汉子是你男人吗 这带了多少银子出门 不要让人给偷了 来来来来 本官带你去人少的地方 老阿姨除了刚开始那个娇媚的小白眼 之后就不再理了 任她在耳边叽叽喳喳 没完没了 对一表人才的许阴罗 表现出了极大的厌恶 许清安自讨没趣 也不生气 只是不再说话 把注意力放在擂台上比斗的双方 这一次 镜丝和尚不再谦让 选择与铜皮铁骨的六品污者肉搏 拳拳倒肉 当当当的 拳脚尖回荡的巨响 仿佛是接连不断的撞钟声 又像是铁匠的锤打 因为两人之间 食而蹦射出刺目的火花 围观的百姓大呼过瘾 喝彩声接连不断 一位孩子看得入神 兴冲冲的跑向擂台 嘴里兴奋的嚷嚷着 滚犊子 许清安一个扫腿把他踢飞了 小孩轻飘飘的飞出几米 落入一个汉子怀里 那似乎是他的父亲 又惊又怒的瞪了一眼许清安 但是不敢造次 有没有受伤啊 汉子急切的问 不疼 孩子笑嘻嘻的说道 老阿姨扭头看了许清安一眼 又面无表情的扭回头 认真专注的 看着台上的较量 擂台上的战斗 没有持续太久 一注相后 便分了胜负 那六品武者 被镜丝和尚三拳锤在胸口 终于坚持不住 破了硬弓 佛们的金刚不败 果然命不虚传 汉子拱了拱手 似乎无言再待下去 跃下擂台 匆匆离去 老阿姨轻轻一跺脚 许清安有些诧异 这位老阿姨怎么说呢 总能在她身上看到一些 少女才有的姿态和表情 婶婶偶尔也会这般 但没她夸张 这是一个对自己年纪 没有B数的大婶 许清安心里下定论 笑着说道 这就像两把刀碰撞 蛮力差不多的情况下 哪把刀的品质更好 就能剩 佛门的金刚不败 据说出自佛陀之手 而武者的铜皮铁骨 品质参差不齐 输得不远 老阿姨扭过头来 比一道 说得有模有样 你怎么不上台 你之前不是一刀斩的一位 六品武夫 许清安眯着眼反问 你当时不是走了吗 你怎么知道 我一刀斩了一位六品 老阿姨抱一冷笑 我不聋不雅 除非那天南城 还有一位银罗 喂 那天是你喊人来打我的吧 大婶你是哪家的夫人 男人在哪个部门任职啊 许清安不装了 开门见山的问 当日 那位江湖人打扮的六品 没理由上台挑衅 指明道姓要挑战许清安 他本可以直接捉拿 不过为了装 为了人前险胜 选择出面应战 时候没等他去审问 江湖武夫便被人提走 从打根人衙门提人 谁能做到呀 许清安猜测是自家人 要么是军方的人 要么是某位大人物 养的客亲 就在刚才 许清安见到同样是 六品的舞者上台 见到了混在围观群众里的老阿姨 忽然灵感迸发 想起自己确实得罪过人 这位老阿姨的身份 绝不像他外表那么朴素平常 而那天自己确实得罪过他 虽然不算什么大事 可是以女人的小心眼 就另当别论了 许清安有理由怀疑 那天的六品舞者 是受了这位老阿姨的指使 听到许清安的质问 老阿姨窄言一笑 你上台把这个小和尚砍了 我就告诉你 许清安摇了摇头 怕了 他眼里的比喻更深了 是怕 我好不容易让自己 从佛门使团的视线里 摘出来 我可不想和佛门僧人 有过多的瓜葛 但是许清安还是忍不住 按住刀柄 我斩不破他的金刚不败 也好叫你知道 一山更比一山高 老阿姨撇撇嘴 眼里的神色很复杂 既有失望又有得意 这时候呢 一位青山剑客 从旁边的酒楼腾飞而出 轻飘飘的落在擂台 围观群众一看 又有人挑战小和尚 顿时精神兜唐 打算再吃一拨瓜 顺带讨论青山剑客 何许人也 楚元枕 许清安听见老阿姨 嘀咕了一声 他认识楚元枕 楚元枕以前毕竟是状元郎 在大凤高层里不陌生 楚状元出手的话 多半是稳了 许清安松了口气 静思这小和尚 一直霸占着擂台 朝廷脸面也不好看 小和尚 我只出一箭 你能挡住 便算我输 楚元枕面带微笑 平静的直视静思 徐生又来了 周围的吃瓜群众 见青山剑客如此嚣张 对他的印象分大打折口 这位西域来的小法师 坚不可摧 大伙看在眼里 青山剑客口出狂言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是投机取巧 渴望一举成名的江湖人士 施主请 静思双手和时 溃然不惧 有意思 楚元枕笑了笑 眼里没有胜负欲 反而是凑热闹的成分居多 与周围的群众一样 接着 楚元枕做了一个 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动作 他朝天空伸出了手 张开手掌心 背在身后的那柄 剑一动不动 就在众人以为 他虚张声势 打算狠狠嘲笑之际 有人看见一粒狮子 从自己脚边飞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狮子 腾空而起 蜂窝似的涌向青山剑客的掌心 碰碰碰的撞击声里 狮子与狮子沿丝合缝 一个剑柄成型了 随着狮子的汇聚 一把四尺长的石剑成型 哗的一声 四周爆发出哗然声 大部分群众都是看个热闹 越是花里胡哨 在他们眼里就越厉害 楚元枕的这一手 就很花里胡哨 巨石为剑 简直是神仙手段 可比从头到尾只挨打的 西方和尚有看头多了 厉害 老阿姨眸子亮晶晶的 忍不住喝彩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